日前黄晓明和徐若珊同亮相 引来众多疯狂影迷围观 一天内黄晓明就赶场了两部电影的发布会 《马德2号》和另一部 尤其和Angela Baby合作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而两部电影又同期上映 当天当有记者问到他更推荐哪部电影时 黄晓明表示 这完全是两回事 这是两种风格的电影 无所谓 而当有媒体询问黄晓明与Angela Baby 在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更默契 还是和徐若珊在《马德2号》里更搭 还没等黄晓明回应一旁徐若珊 赶忙抢过话戒为 这题我可以先帮他打了 当然是他们两个更合称 你有没有看到特别的人来探班 我们在宝岛拍的 要探班要越洋过来 我是没看到我要回头帮你问阿段 我问我儿子 可能在他的戏的时候有人来探班 我的部分是没有 电影《马德2号》中黄晓明 首演父亲现场 他还强调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就更喜欢小孩子了 不过他也坦言 暂时还没做好当父亲的准备 反正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孩子 但是至于什么时候 当然不尽我其实还真没想好 只是我现在真的蛮喜欢孩子 而谈到自己是不是够帅的问题 黄晓明称 我妈说我小时候比现在帅 但长大了之后呢 我好像挺早的时候就开始长脖子 我脖子特别重 然后我妈就说准备长一个丑啊 然后其实我小时候像我妈 现在像我爸 当有记者提出黄晓明与老同学陈坤相比时 他坏笑道 不太一样 他也很帅 对 我觉得你要这么比 其实我觉得我在上学的时候 他是比我帅的 话外之一 黄晓明并未承认 现在的陈坤比自己帅 每个人欣赏角度不同 到底谁更帅 就让观众来评听吧